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原谅我 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 首先 我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 这个大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有另一个理由 他了解每件事情 即使是有关孩子的书也一样 我还有第三个理由 他住在法国 既饥饿又寒冷 他真的需要一些鼓励和安慰 如果我所说的这些理由都还不够好的话 我将把这本书献给小时候的他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 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所以我将我的献词更改为 献给小时候的李昂·维德 第一章 我六岁的时候 在一本书上 看到一幅扣人心弦的图画 那是一本描述原始森林的书 叫做《自然界的真实故事》 那幅图画画的是一条蟒蛇 正在吞食一只大野兽的情形 请看 就是这样的 书上这样写道 蟒蛇连嚼都不嚼 就把捉到的动物 整个葫芦吞下去 肚子撑得无法动弹 直到它们睡上六个月的长觉 消化掉所有吃进去的食物 从此 我对丛林的种种歧视 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遐想 于是我拿起彩色铅笔 勾勒了一幅画 我的一号作品 就是下面的图画 我把这幅杰作拿给大人们看 还问他们有没有被这张画吓到 他们却回答说 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我画的根本就不是帽子 而是一条蟒蛇 正在消化它吃进去的大象 既然大人们看不懂 我就再画了一张蟒蛇内部的透视图 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得懂了 唉 大人们总是需要我们给他们解释 我的二号作品是这样的 大人们看完了以后 劝我别画这些蟒蛇图了 无论是外观的或是透视的 要把心思放在好好的念地理 历史 算术和文法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在六岁时就放弃了画家 这个美好职业的原因 我对一号作品和二号作品的失败 感到沮丧 这些大人从来就不主动 去了解任何事情 而对我们小孩来说 老是要跟他们再三做出解释 实在是太累了 后来 我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 我学会了开飞机 世界各地差不多都飞过 的确 地理学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 要是夜里迷失了航向 这是很有用的 这样 在我的生活中 我跟很多严肃的人 有过很多的接触 我在大人们中间 生活过很长时间 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 但这并没有使我对他们的看法有多大的改变 当我遇到一个头脑看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 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一号作品来 测试测试它 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 可是得到的回答总是 这是顶帽子 于是我就不会和它谈论巨蟒 原始森林或者星星之类的事 我会迁就他们的水平 只跟他们谈论 桥牌 高尔夫球 政治 或是领带 于是 大人们就会很高兴 认识我这样一个 善解人意的人 谢谢大家